今天新闻一开始为您报道 两名南加大的中国留学生 在校园附近遭到杀害的案件 这次发生在南加大附近的枪击事件 也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南加大 校园附近社区安全的忧虑 警方也呼吁学生避免在夜间出门 并且随时注意居所附近的安全状况 南加大由于地处洛杉矶市中心 又拥有良好的教学质量 因此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国际学生前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选择租住校园附近的房子 而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为了节省生活费用 而选择居住在安全状况相对不佳的区域 因此也成了附近歹徒的作案目标 虽然南加大校园本身的安全状况已是不错 但其周边的治安状况却一直为人所诟病 曾任检察官的郑博人律师表示 在南加大附近两英里的范围内 其实有治安隐患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在两万以内 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01个人 在那里被磨杀 所以那里是算一个 形势的问题还蛮大的 在那个范围 很多国际的学生 他们觉得说因为他们是F1学生来美国的话 可能美国的保护没有保护到他们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当然领事馆也有保护他们的市民 可是在美国的角度的话 如果是你是一个受害者 从一个形势方面的话 你全部美国公民的保护都有收到 弱势警局的相关人士也表示 案发区平时的治安状况还算不错 并不是南加大附近治安最差的区域 但仍发生了此次枪击惨案 因此警方提醒住在南加大附近的民众 尽量避免在夜间出门 并随时注意附近的安全状况 另一 枪击惨剧已在南加大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多个中国学生社团组织与决定 今晚在南加大校园内举行活动 共同表达对遇害的两名中国学生的哀思 今天晚上我们七点半会在Tommy Children的前面 和CSSA GCC还有CPF 我们联合组织一个大型的一个面怀逝者的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也都能有时间都来参与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只是表示一下我们对逝者的哀悼 洛城市八代记者奇迹彭红沉沉的联合采访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